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城市场是澎湖不少在地人最青睐的好去处 从鱼菜肉到生活五金 从新鲜水果到美味熟食 在北城市场可以说是见怪不怪 即便是在这个生鲜超市林立的时代里 仍然有大部分的澎湖人依旧来到北城市场 打理生活所需 究竟他有什么样的魅力 而他与澎湖人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今天就带您一起来探究这一座澎湖的珍宝阁 北城市场 清晨天还没有亮起 当大家都还在守睡的时候 北城市场已经开始悄悄运作 在这个时间来到北城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他们正趁着天还黑着 将准备贩售的商品摆放上桌 因为当天空亮起的那一刻起 北城市场将会涌进流水般的人潮 形形色色的商品随着天色渐亮 种类也随之增加 无论是小吃还是日用品 在这里应有尽有 无论你是谁 来到这里的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贩售者 另外一种则是消费者 如同其他的传统市场一样 在吵杂的环境中 叫卖声往往能够脱颖而出 来这里的消费者 不在乎光鲜亮丽的包装 而炫目的包装对于营业额 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生意的好坏除了品质 价格之外 全靠叫卖来决定 一声声响亮的叫卖 不仅仅是呼朋饮半 当中还包含着传统市场 特有浓郁的香野之美 消费者来到北城市场采购 就像是一场博弈 对于消费者来说 无论卖家口中的产品 是如何物美价廉 还是要自己确认 才能够说得准 在北城市场里 掏的是宝还是草 全凭自己的本事 这也是北城市场里 有趣的地方 逛着逛着觉得有些累了 你也可以找找 像这样的冷饮摊贩 简单的摊位摆设 一把大伞遮硬避雨 通常他们没有提供太多的选择 但一定是大悲又实在 而且保证绝对是偷心凉 前后超过32年 但是我一开始还在大门 那因为后来它这个菜市场 因为它有做一个改变 所以我就跑到里面了 我的客群就拉很长了 有80多岁、70多岁、2、3岁、4、5岁 青少女、阿兵哥 还有观光客 很多年轻的妹妹都会来买 我感觉他们来 他们是像在家的 古代那种 记忆说古代那种 因为我的红茶 其实是没有什么技巧 只是我的糖是熬过的 它就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二砂糖一个特殊的味道 所以他们喝起来 噢!这就是我小小的 古代的味道 因为在家煮 买到银就没有了 每天煮都没有人煮 比较酸 人家算是说 现时买这几天 不过久就对了 不会卖了很久 做当年卖到晚了 背后 无法煮都不能够够够够 喝过清凉的冷饮之后 也该是时候填饱肚子了 北城市场除了添购生活所需用品 以及食材之外 在这片市场里 还隐藏着许多广受烤瓶的美食 囊括的早餐与中餐 以及地方在地的特色美食 想吃什么 任君挑选 不好吃的东西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这里贩售美食的 都有着老招牌的保证 这个店在北城市场开多久了 从妈妈搬上来这边经手到现在已经40年了 然后在我们手上已经经手18年了 来这边消费顾客的客群大概是哪一些 我们这边的客群大部分就是早上来这边搬货的 彷彷在地人 所以我们的主客大部分都是在地人 然后夏天的话会有很多的观光客 就是来北城市场 因为大部分早期的话人家都会去观光市场 然后现在开始会来观光北城市场 然后也会顺便拿去吃个排骨面一样 传统市场的优势就是买卖方便 然后很有人情味 对那比较不会像超市场 就是我们买个东西就走了 有时候常常市场的话 我们会跟人家聊聊天啊 对就是大概差在这个地方 众人情味的地方 要说起市场里的美味 以在地传统美食来说 高丽菜炸对于澎湖人而言 可以说是一种亲民 平价的庶民美食代表之一 这要80年到现在了吧 80年到现在 20几年了 买30了 买30年了 有感觉他要给这些比拐是 是怎样 钱还是料 这个问题要是 因为我们在家 我们小店大会 大店的菜市场 他比较不燥 你如果小店那时候 我们在家里在小店 你太燃烤 他就炒烤 还没热 你如果是 太烤烤 Q又干油 对 大店的菜市场就是 好 这样说 浸上他 他不会干油 对 对 一顆接著一顆 這一口承襲多年的美味 讓不少游子欣喜家鄉 也使得許多遊客流連忘返 这座北城市場 與澎湖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自民國74年起 近35個年頭裡與在地人緊密相連 在這一座市場裡看到的 不僅僅是商品交易的活動 更有屬於在地的文化、生活藝術與情感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